大家好啊 我這裡來 這裡需要更多跟教訓認點 就是這些名單 這些550或是450的名單 以前我們沒有辦法再使用 但是現在鼓勵你們繼續的定時寫信給他們 這裡說說定期寫信給他們 談到他們的得救 學習如何使用聖經經節而單章 祭福利單章而屬於的書號給他們 不斷地把他們約定時間 探訪他們 今天也許祭發信件給他們 他們沒有回應 他們沒有感觸 但是當他們到期末口 或他們失戀 他們有一些需要組 但是呢 因為你持續寄信給他們 他們就知道他們有一個人 有一個福利的管道 他們就沿著這條管道來找到你們 在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都把我的這個 吉時風的這個訊息 還改成福利的經濟 然後我在大學4年內 就好幾次有同學 敲我的這個MS 就問我說 聽說你可以用聖經檢查人的問題 那我現在有一個需要 我現在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幫助我一下 就是因著你們在那裡 成為這個發光之體 當人在黑暗裡的時候 他們需要光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上你們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心向盡敞開 也許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但是總是有那麼一天 當主他身上有路的時候 你也要給他一個路 那他需要走的時候 他可以藉由網路找到你們 找到一個在學校裡面的經燈台 能夠將他們的心向盡敞開 也可以藉由網路 簡單的得主堂盤 謝謝主 那我剛來到這個會場的時候 我看到這兩邊有許多的人 還在這邊 這些人在做什麼 沒有錯 這些人在奉獻 所以呢 其實主廢幕僚的信息 都是非常平衡的 那我想要先丟指隊們 交通一點 什麼叫做奉獻 在人生的意義和正確的奉獻 這本書報裡面講到 什麼是正確的奉獻 其實就是要把自己敲出來 在這裡交通網路服鷹 你的重點從來不是網路 我們的重點一直在服鷹 所以呢 今天我幫個電路姊妹們 回到這個 你的電路姊妹之家 不要跟服事者說 在這裡交通網路服鷹 所以我們要上網 所以我們要把網路的限制解除 我們要上Facebook 而不是這樣子 不叫做正確的奉獻呢 把自己交出來 應該是回到你當所在的照會 所在的校園 所在的弟兄姊妹之家 告訴服事者 我願意把自己交出來 我願意有一個正確的網路服鷹的一個操練 然後在那裡接受服事者的安排 接受服事者的交通 而且呢 更好的是 你可以有活力辦 有禱告 然後有施行 據我所知 很多電路姊妹們都寫這個部落格的習慣 我記得在我所服事的地方 這些青少女 在參加完這個 以賽亞書的捷徑途徑徑之後 她回去就做了一件事情 把她部落格上面 所有不節的全部刪除 當她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的部落格一篇文章都沒有 我們知道各位電路姊妹們 你們的部落格裡面 你們的Facebook上面 有多少是不節的 當我們在帶你傳福音的時候 如果人家看到你的部落格 許多不節的東西 她會相信你 講的福音 還是相信你說的不節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貢獻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把自己交出來 我們還要把我們的舊生活清理掉 我們在網路上 需要成為一個聖人的使命 成為這個光的兒女 那接下來我把他們丟這類的把筆拿出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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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